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歐喵我是講故事的Ben 相信不管是有沒有在關注獨立音樂圈的朋友 都會知道這個圈子最近迎來了一個大事件 一個名叫萬能青年旅店的樂團 睽違十年發行了全新專輯 寄星南陵入行 以上線馬上引爆了兩岸樂壇 你可能本來就是他們的歌迷 又或是你是看到朋友的現實動態才知道他們 但沒有關係 今天就讓我來替大家簡單認識 這個被譽為華語搖滾救世主的樂團吧 說到萬能青年旅店就不得不先提及一下 他們的發基地石家庄 石家庄是中國大陸最有名的藥都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紡織基地之一 然而這個城市卻沒有隨著國家的起飛而快速發展 他們的人均所得相較於其他的大型城市 排名相較落後 也隨著重工業工廠的排放 使其污染嚴重 在國家輝煌的表面下 他們只能成為背後默默的推手 也是在這樣的大時代下 幾個來自此地的年輕人組成了他們自己的樂團 1996年現任的主唱 董雅、千禾、Bass首基根 以及他們的朋友張培洞組成了The Nico樂團 最早開始的他們主要都是翻唱一些國外經典搖滾的作品 也因為熱愛這些搖滾的老前輩 起取自己的作品能像他們一樣令人驚艷 所以才將樂團取名為The Nico Niko是來自於他們幾人都很喜歡的樂團 Blind Melon中主唱小女兒的名字 NikoBlue 彼時雖然他們才年僅15、6歲 整體實力卻有著超齡的發揮 董雅千的其他功力也在圈子裡有高度的讚賞 這讓他們得以在1998年的合集 非常次序中以巢穴再往首次亮相 可是他們早期的發展並未如此順遂 樂團主要的兩個人物 董雅千和基根從小就認識 也是一起長大的夥伴 但是他們兩人的命運卻是截然不同 董雅千在高中時就決定自己未來要做音樂 也在這期間選擇休學 而基根是一個穩妥的知憂生 Gro更是在河北師大讀完碩士學位 回蘭擔任英文老師也是在1999年時 基根前往南方讀書 樂團只能趁著假期排練 可此時主唱東亞千卻患上了憂鬱症 沒了好友擔任他的心靈支柱 他也沒寫歌的意思 樂團也就此沉寂了好一陣子 隨後東亞千前往了秦皇島調養 在這段期間情況開始有了好轉 東亞千再次回到石家莊 也以當時的經歷寫出了日後的那首《秦皇島》 2002年時隨著原鼓手的退出 新鼓手的加入 想著順便給樂團改名 說不定能一同改運的基根 將TheNiko重新取名為 我們家所熟知的萬能青年旅店 而這個名稱由來是東亞千的一間房子 他的許多朋友時常都會來到這邊做客 甚至每個人都有一把鑰匙 只有他自己本人需要把牆上的水泥摳掉才能自己開門 所以將這裡戲稱萬能青年旅店 改了名後 他們也在2003年完成了一首不萬能的喜劇 這首歌是基根所寫的第一首中文歌詞 原先東亞千非常不習慣以中文來去詮釋 直到後來基根花了三天說服他 東亞千才逐漸想通才接受 而之後基根作詞東亞千作曲成為了萬青的分工原則 彼此在不同領域都有著相當高的水準 但卻不會相互衝突 而是能將這兩大要素完美融合成之屬於萬青的音樂 但雖然改了名也有一首歌 樂團命運卻沒有多大的改善 之後隨著團員的先後離開和基根攻讀學位 樂團又再次停滯了好一陣子 只要2006年基根學成歸隊 同時也加入了全新的成員 其中就包括了小號手史莉 在他們往後的音樂中我們能發現 銅弦樂器的使用是他們的一大主軸 而這些樂器的加入可說是畫龍點睛 讓萬青的音樂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 在眾多搖滾樂團中獨樹一致 在同年他們也發行了首張EP 廢人們都在忙手嗎 這其中就有收入他們生涯最具代表的作品 同時也是許多人包括我 聽到他們的第一首歌 殺死那個石家莊人 從這首歌的歌詞中 不少元素都讓人聯想到2001年發生在 石家莊的禁如超爆炸案 但對於這首歌 作詞者基根則是想要表達一個 日常生活中的悲劇 從冷漠的父親 絕望的母親 以至尚未被馴服的兒子 每個人都是這個大浪朝下的小人物 幾十年來的盡忠職者 都可能在某一個瞬間迎來崩潰 我們在充滿希望的時代前進 卻只能在絕望中漸漸死去 這首歌不只感染了石家莊 更是擴散於中國大陸的許多年輕人 同時也包括身處兩俠對岸 當時只有年僅17歲的我 也從2008年樂團開始了第一張專輯的籌備 這張專輯的誕生 可說是樂團的一個奇蹟 沒有經過專業錄音師的調整 全都來自他們的土法煉鋼 從偶然得到的那支U87麥克風 在家錄音開始 到後面慢慢添購了麥克風擴大器、音箱等 雖然因為聽到那些搖滾前面的音樂 覺得自己的歌曲還不夠好而打掉重練 但正所謂十年魔一劍 2010年他們的第一張同名專輯 《萬能青年旅店》橫空出世 如同為整個華語樂團投下一顆震撼彈 得到許多不管是業內還是業餘人士的讚賞 一時間他們被譽為華語搖滾的救世主 得到超乎想像的掌聲和目光 也奪下第11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的 最佳樂團以及7項獎項提名 而這陣名為萬青的搖滾風也一同摧愛台灣 不只原先身處在地下獨立音樂圈的聽眾知道他們 連許多主流的樂迷也多多少少知道他們的大名 因為不但知名樂評人馬世芳老師曾經做過他們的特輯 連女神hippie也曾在演唱會唱過他們的十萬嬉皮 我們能從歌詞裡得一句大夢一場的董二千先生 就不難看出這次雞根以董雅謙為主角來創作 起初董雅謙是非常不想要唱這首歌 因為整首歌多半是在描述負面的狀態 他覺得非常不開心這麼多年的友藝 勸換來的這首歌甚至一度想要解散樂團 但也在忍戰幾個月後 董雅謙還是抵不過祭根的堅持選擇妥協 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會有其相對應的角色 如同胡適的差不多先生一般 透過這些小人物來呈現整體的狀況 但對於我們這個時代 或許董二千先生正是最佳代表人選 前已無通路後不見歸途 大多數的人渴求改變卻無力抵抗現實的重擔 我們總是不斷的抱怨 但同時卻不斷的妥協 沒有足以對抗這個大環境的籌碼 就像草通在爛泥中唱道 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門虛構的 我認為嬉皮這個字也取得非常巧妙 每個人心中肯定都住著一位嬉皮 夢想著生活在一個愛與和平的烏托邦 然而現實上的嬉皮早已跟著1969年的 那場胡適拓音樂節慢慢退出舞台 夢終究還是要醒 每一位嬉皮已經拿下他們頭上的花圈 剪下油膩的長髮 回歸到既有體制之下 而住在我們心中的嬉皮 總有一天也會迎來夢醒的時刻 在發行完這張專輯之後 萬青成為各大音樂節的壓軸嘉賓 不只唱到上海、武漢、長沙等 同時也來到台灣進行巡演 也登上高雄的大港開唱 都取得到相當巨大的成功 然而對於品質有著極高的要求的他們 雖然在這期間還是有些許全新作品 但他們不選擇成勝追擊 馬上發行下一張作品 而是持續在生活中汲取靈感 一步一步打造下一張史詩專輯 終於也在12月20日公布全新專輯的消息 馬上也在兩天後正式發行 而這一張寄星南陵入行 不再是十年寒窗無人問 只是他們早就透過第一張專輯 一舉成名天下之 由於首張專輯就達到頂尖他們 第二張專輯勢必受到萬眾矚目 而那些等待許久的歌迷 也迫不及待用鈔票來懲罰他們 數位發行一上線都突破了30萬張銷售 一個獨立發行的唱片 能有如此成績 正好證明了他們的音樂有多麼令人期待 而萬青則是透過專輯的八首歌 递大家來一場世界漫遊 究竟跟第一張專輯屬優俐烈 我個人覺得並不重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不管如何 萬青的這兩張專輯 肯定為花語樂壇拓展了不同的視野 這邊就推薦給大家專輯之中的彩石 萬青的音樂總是需要經過一番咀嚼 是需要經過沉澱後才會迎來反思 這首歌正好讓我想到同樣都有石頭的一首歌 Bob Dylan的代表作之一 Like a Rolling Stone 兩首歌都是具有時工背景和人文意義的一首歌 但卻有著截然不同之處 在60年代美國 Dylan又一顆滾動的石頭 來作為流浪的印象 就像當時的許多美國年輕人般 在暢然若失的生活下 如同一顆滾動的石頭 該何去何從 而彩石則是描述著現代的華人社會 我們不是那顆雖然不知去向 但自由的石頭 而是幻化成水泥 融入這世界的大燃缸之中 作為轉動世界一個小齒文 看著繁星萬物閃耀者 卻永遠無法脫離自己的命運 作為華語樂壇最閃亮的一顆搖滾星星 萬青的橫空出世 以及成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也讓我相信 或許真的有一天 我們能在華語音樂的熱門排行榜中 能有更多讓人驚艷 令人反思的經典之作 好的 接著介紹先到這邊 這次脫離的原本作表主流的題材 想說試試看成效會如何 如果不錯的話 希望未來可以帶給大家更多不同類型音樂 就這樣 喜歡可以幫我按讚 分享個 也可以 追蹤我愛去跟FB 不是會任何影片消遣的動態 就在下 下次見 掰